公公婆婆常常上當年 說話重複來重複去 很煩 老人家說話長氣囉嗦 沒有重點 不想聽了 長者和年輕人說話 似雪教二路埋龍 究竟如何才能改變 這些黑板印象呢 Good Show 這次就有一群老友記 很夠薑地成為老薑大使 胸口掛過勇志 進入大學校園 和一群年輕人面對面互動 將自己的故事帶入課堂 開啟誇代對話 在我年輕人的年代 很喜歡去派對 環節在肯定年代 有一次我去派對的時候 我退休了很多年 很少跟很多人說話 去到學校說故事的時候 初時很緊張,不知如何算好 但多說幾次 發覺同學很有興趣 有拍手、有開心 那時候我的自信心就回來了 七十 七十五 為何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那真是的 不是就這樣 自己懂得多東西 拿出來就可以了 都要整理一下 但整理一下 有時需要時間 和需要重新組織 這樣就變成了 這方面又學很多東西 很幸運 阿林在我身邊陪著我 我上了移民老師的課堂 很精彩、很充實的一課 而他當中所說的理念 我很認同 譬如說說故事沒有講道理 年老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覺得能夠參加到這個實驗性的項目 我覺得很有意思 《老疆有故事》這個計劃 由資深傳媒人陳依敏唱道 一方面舉辦工作坊 培訓長者講故事的能力和技巧 以增強他們的自我認同 另一方面帶領長者進入大學課堂 用真實故事和創意的教學方式 打破年輕人對老的固有看法 激發想像力 過去幾年 我都收集年輕人對長者的印象 在500個答案裡 最經常出現的就是 體藥、病患、遲鈍 或者緩慢等關鍵詞 當我問了我寄 你怎麼看?你們是否這樣? 他們又不認同 可能這不是事實的全部 所以我會覺得 是否在我們的教育中 其實沒有教我們甚麼是老 而老其實我想是需要學習的 所以我們的平台 就是很想透過真人去說故事 令到多些不同的世代去探索 究竟甚麼是老 然後一起去推廣一種營老的文化 所謂營老就是一種有準備的 一種迎接的態度 首先我們跟十幾個慈善機構合作 去舉辦一些工作坊 我們招募老有機 有沒有興趣來學說自己的故事呢? 過程中有二百多個長者報名 我們就邀請了第一批二十個老人家 去跟我們一起做一系列的培訓 培訓完之後就去到不同的大學課程 去說自己的故事 是令到年輕人有多些對老的 不同的一個想像力 學校方面為何會想邀請老君來放行說故事呢? 都希望有一些真人版的老人家在這裏 能夠令到他們對變老這件事 有更多的豐富的一個想像 至少大家看到有這麼鮮活的多元的 一些老人家的形象在這裏的時候 我們對於變老是怎樣的 都可以有更多的參考 甚至可以有更多的期待 那水源堂覺得效果如何? 效果非常之好 老姜拋了一身出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而我們的學生又可以接到他們 這個溝通的一個請求 那個現場的氣氛是非常之好 甚至在那個小組討論的環節中 是完全停不了的 我覺得是很感動 因為他們真是很真誠 很全心全意去分享他們的故事 而且他們很有感染力 他們很希望用他們正面 很活潑地面對人生的心態 去感染我們去面對之後的挑戰 今天我們看到幾位老姜 他們是很好動的 很樂於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亦都很願意外出認識一些 不同的新的朋友 跟我之前所認識的獎會都很不同 其實不單止學生對獎者有改觀 連我也一樣 在聽故事和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還發現了很多有趣的事 例如獎者會參加不同的極地馬拉松 年輕人都未必做得到 所以我們不應該少看他們 年齡只有一個數字 不要讓他們局限出我們的發揮